人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的知识是不断的在变的 所以我已经讲出来了 你从小学的知识有什么用 知识20年就没有用 最多20年它就没有用 你现在一个小孩子 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拼命教 拼命教 教到20岁 它出来了 统统没有用 你看所有大学生 研究所学生 出社会以后第一个反应说 原来我们老师都在骗我们 台大法律系的校友 每次集会 请他们 读书的时候的老师来 第一句话都说 老师你骗我们 你说法律是怎么样怎么样 法律界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人会事 根本就没有人会事 我讲的都是事实 因为知识它是不持久的 你看今天我们看到话 我们会怀疑它是假的 20年前有没有人怀疑这是假的 那就是你神经病 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假花 对不对 以前我们看电影还以为它是真的 现在把拍电影的基地整个公开出来 你去转了一圈你就知道 原来什么都是假的 最后出去看到有竹笋 你也很怀疑这竹笋好像也是假的 其实整个就是竹笋笋 是真的而已 我们在浪费小孩的时间 糟蹋小孩的经历 真正知道的 孩子是不可以教的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 他是要做不同的事情 不是要做相同的事情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相同事情 那天下大乱了 那完蛋了 因为人类他是要分工合作的 每个人都很聪明 老实讲人类也完蛋了